有没有和我一样清明假期去看熊猫的 清明时节雨纷纷 排队看猫欲断魂 排排排终于排到我了 小花悠闲躺吃 白白姐让我帮她看看拍清楚了没有 游客又开始打鸡血了 保安叔叔说 各位游客请保持安静 不要大声喧哗 这个是宝妹啊 荷叶荷花在上面 去保持安静参观 是搭 小花小叶在上面 吃吃吃 荷叶说 姐姐你过去一点 花花说 我就坐这里 就坐这里 好气哦 刚出来就碰见奶爸来加餐 我们是太早了 太早了 你失足成千古恨 再去排吧 来猜猜小姐姐从哪来的 趁小姐姐不注意 我多看两眼啊 排个队也在努力提升自己 大哥你是认真的吗 放松精神 你放松脚啊 跋山涉水总算快到了 荷叶又睡了 花花来个贵妃躺 还没躺几秒又走不见了 保安大叔说 任何东西不可以朝熊猫院子里扔 包括自己的钱包 家人们上个洗手间又继续排 小哥哥说 我们是同款哦 胖达看了看 还真的是一模一样大 刚到预备队就遇上翻滚花了 小姑娘一熊玩得好欢心呀 帅哥说 我们至少体验了排队 要是看不到花花 我也认了 美女说 至少我们体验了 湛姐的痛苦和快乐 哎呀呀 哪家的小熊吃得那么舒服呀 荷叶做得端端正正 应该是属人的 看着看着吓我一跳 这个人把我拉出去 把我拉出去 我要吵 怎么吵架吵到前台了 回家的路上 饿了 25块3个饼 贵吗